星球崛起三部曲也來到最終章了 而當中的主角凱撒 從年幼到成長成為領導者 除了故事劇情有層次之外 這模擬動物的擬真動態捕捉 也越來越逼真 人類瀕臨絕種 星星統治地球 系列電影星球崛起三部曲 來到最後一部 終極決戰 告訴你,船長,離開我們山上 你會看到我們不是瀕人 這不是絕對結束 這篇文章的最終極端的時刻 在他當中的最重要的角色 在生命的歷史上 還是有遠距離從這裡 到生命的歷史 還有很多角色 我們想要去探索的故事 所以在我們心裡 這故事並非終了 延續上一集黎明的晉級 星星頭目凱撒學會更多人類語言 也有更多領導智慧 卻面臨人類世界的領袖 意圖毀滅星星獨群 年代以後 你的孩子會問你 你最大的戰爭在最大的戰爭 你能告訴他們 我爭了 新角色伍迪哈里遜 飾演人類軍隊領導者 和星星頭目凱撒成為對立 不不 我覺得領導人 正在想救人物 有時候他必須要殺了幾個蟑螂 這就是他必須要做的 你來救你的蟑螂 我來給你 《星球崛起》首集在2011年上映 全球賣出4.8億美元票房 到了第二集黎明的晉級 飆升到7.1億美元 貫穿三部曲的主角凱撒 依舊由大師級演員安迪·希克斯主演 從第一集被人類飼養的星星 學習人類語言 到第二集逐漸成為星星領導者 一步步進化成熟 不管是情感投入或是肢體演技 都有更高層次的演出 在這部曲 像我說 Caesar會講得多點 當他跟人類人類 他會變得更加… 像是跟領導人 他會變得更加… 因為他會聽到一個人類的語言 第三集 除了觀眾熟悉的主角凱撒 還增加不少新角色 被凱撒意外發現的壞星星 透過學習也熟悉人類語言 由史蒂夫讚恩誓言 這並不關於刺激 當你跟他坐在一起 我們只談到 怎麼會擁有狗狗狗狗 我看過很多影片 在YouTube上放了狗狗狗 看過所有的東西 我興奮到狗狗狗狗 我真的只是回應 我完全不自然好像 如果我微端地反應 但不做了 我們測試一下 � 我希望穗平 2011年星球崛起 第一集登場時 被読為最優秀的動態捕捉技術 事實上 早在2009年的阿凡達 就運用了相同技術 到了星球崛起更加純熟 再加上飾演主角凱撒的 安迪·席克斯 根本就是動態捕捉 專門戶 說起安迪希克斯他最著名的角色 就是2001年開始 魔界三部曲當中的古魯 從原本的人類因為被魔界熏星 逐漸改變外貌 雖然觀眾們看不到安迪希克斯原本長相 但是安迪靠著古魯一腳 曾獲得金球獎男配角提名 打破了演員界線 古魯的角色升值人心 2002年重啟的哈比人三部曲 安迪希克斯再度扮演古魯 另一個著名的角色 還有2005年彼得傑克森版本的金剛 那隻和美女大談戀愛的金剛 也是由安迪希克斯演出 而且他還演出另一個人類配角 安迪扎實的表演底子 獲得各大導演的青睞 凱薩的角色介於獸性與人性之間的演出 拿捏恰到好處 因為我從小的角色從小的角色 從小的角色到小的角色 有些事情我可以重新進入 跟這個角色很容易 但在這個角色 當然他走進了一個不同的旅程 因為 Caesar是一個很… 很… 很… 很像人類的角色 變得更像人類 而且他話說是更像人類的 我的天啊 安迪是神奇的 因為人們想說他很棒的角色 其實是謊言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很棒的演員 Mocap是一種工具 錄製作出演員 如果演員很棒 你會被動作 Andy是世界上最棒的演員 他非常感情 我看過任何演員的演員 他只會去極端 以為能夠在心中 總是穿著灰色動態 捕捉服裝上戲 臉上有數十個感應點 捕捉細微表情變化 從情緒到聲音 以致肢體動作 演員們甚至還要學習心心語 這是一個搭配的 狼狼的聲音 或其他類似的 然後用美國的韓文語 所以在家裡 我們必須要學習這樣做 所以這個 對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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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萊塢電影特效 日益精進 看似冷冰冰的電腦動畫 透過演員們的演技表現 依舊能把情感傳遞出去